雪中送炭的人真的不多 到無望之災或者是什麼 就覺得反正人生嘛 對啊 就該面對就面對 很謝謝大家關心 然後我跟戲裡面的何睿智一樣 都是一個善良的人 祈福啊 其實沒有太大祈福的 因為就是 就是可能碰到無望之災 或者是什麼 就覺得反正人生嘛 對啊 就該面對就面對 那現在有入圍 我覺得對我來講其實是肯定的 對對對 然後我就覺得 反正就是很謝謝大家關心 然後我跟戲裡面的何睿智一樣 都是一個善良的人 對 家人 家人其實一直都很 很 怎麼講 很支持我的事業 或工作 對 但我覺得其實 從以前到現在 我覺得身邊 可能有一些人走了啊 或離開了 其實我真的覺得 除了 除了生死以外 其實沒有什麼大事啊 我始終都覺得好有信心 因為在拍攝現場的時候 你覺得我們都會跟演員 做很多私下非同嗎 這樣才能從他的客氣面 去抓到一個角色相同的部分 所以在那些溝通的過程當中 我都覺得 哇 小朋友是真的讓我 很欣賞的一個 男孩 你四十歲 男孩 對 對 中年 中年男孩 對啊 不管 聽到他對爸爸媽媽 弟弟妹妹 還有對女兒的照顧 各方面 我都覺得 一個這麼有責任心的人 他絕對可以詮釋出來 何瑞茲的那種 那種對家庭的壓力 所以從那個時候 我就覺得 他在我心目中 跟何瑞茲有很多部分 是畫上的很好 所以就一直相信 我的何瑞茲 然後一直在等著 一切 答案揭曉 謝謝導演 當然 因為 雪中送炭的人真的不多 那個 因為 那個事情 我覺得小美就是一個 就是她 她只能接受這個決定 但比較生氣是我 因為我跟賴總是非常好的朋友 然後 我一直覺得說 我相信 現在換腳有換腳的壓力 他們可能 事情還沒有揭曉的時候 他們有些 要趕快殺青的壓力 但我比較惱火的是說 幹嘛要寫內心溫稿出來 對不對 然後因此 我跟賴總現在都不吃飯 他邀我吃飯我拒絕 所以我就是小家氣 對 但就是因為是很好的朋友 知道大家都有壓力 但我只是覺得說 我因為 因為太好的朋友 我就覺得 他這樣做 讓我覺得 超過我想像中的賴總 因為賴總不是都 呵呵呵呵這樣 對 那小賴知道 你覺得 他會知道 我不知道 現在知道 你覺得你今天有做不到嗎 不要這樣 我覺得大家一團合氣 還是比較重要 對不對 其實你不知道 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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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其實好像每天都會有人 失去 然後都會 鼓勵你 然後甚至 我覺得可能從入圍的時候 更多的朋友 有回去再看一次 然後都給了我 很多不同的展規 所以 我覺得平常去朋友 男人會這樣 對 反而 更緊張 我覺得 你說更緊張 是因為朋友 真的會等嗎 我覺得更緊張 是因為大家 給我了太多正面的 大家都覺得他會得 所以更緊張 對 所以 我也是告訴自己說 就是 平常吸暖 真的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平常 就是 讓自己盡量去保存平常吸引 但是雖然很難 但好像也別這麼做 對 最想把獎獻給就是導演 我覺得這幾天 他一定是導演 又是變 期待見到誰 我沒有特別想過 但我從 之前就很喜歡 這個 這個 韓音 對 對 因為我從以前都會看她那戲 然後我一直覺得她長得很漂亮 所以妳感受就這樣亂了 對 所以我今天我已經在裡面看了 你知道嗎 對 是 是啊 所以我穿太多正 所以我剛才有刻意的搭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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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我不要 好刻意 因為她好像會在 對啊 所以這沒關係 但我覺得是 看她 因為最大目標是現在拍照片 嗯 嗯 我等一下不跟你拍照 是不是 如果得罩 那她是怎麼 不會 但如果她得罩 我會恭喜啊 對